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烏克蘭軍正在做大反攻 大反攻自然令俄軍傷亡慘重 還要撤軍 這幅圖是烏克蘭南部 這城市叫客耳蟲,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客耳蟲有個軍民用機場 這機場有衛星圖片,看到鵝蚊著火,出煙 而且在客耳蟲,俄羅斯死了2個宗像 就是在客耳蟲裏面 現在看這幅圖很清楚 看到了,這邊就是俄軍 這裏俄軍從客耳蟲出來,想突圍 被三路烏克蘭軍包圍 看到上面也有兩支俄軍 再對上也有兩支烏克蘭軍 進來一個包抄,反擊 看到這幅圖很明顯 就是這些俄軍 被這些烏克蘭軍包圍 看到這個烏克蘭軍進來一個叫反攻 他們反攻很精準 精準一定是有程度支援他 這個叫做精準的反攻 因為有程度可以掌握到俄軍的動向 究竟俄軍在哪裡 最重要是找到這些俄軍 找不到這些俄軍,你怎麼反攻 都浪費氣力 你看到一樣東西,就是現在 這個俄軍在這個烏克蘭裡面 那個叫做進攻 甚至變回防守 他們想走都難 因為你看到烏克蘭軍很輕 那些俄軍的情報就是打到後勤車隊 打到後勤車隊補給車 打到後勤車隊補給車 你前線幾慢都好 你沒有補給,沒有油,沒有蛋,沒有糧食 自然真的收得皮了 再看另一段訊息 這段訊息我想在網上都有人通報這段消息 這段消息其實都很少人 很少人轉發 發生什麼事呢 看到這裡有一個叫爆炸的場面 爆炸的場面很常見的 在烏克蘭裡面很常見的 但這個地方就不是烏克蘭裡面 在俄羅斯裡面 在俄羅斯哪個地方呢 就是這個地方 這邊就是烏克蘭,這邊是俄羅斯一個州 很近哈爾科夫 哈爾科夫在這裡,對上一個州 這個州裡面一個軍營發生爆炸 有多方的揣測 有些人說是否這個叫做烏克蘭的戰術導彈 造成這個軍營爆炸 第二個消息就說這個其實是一個意外 第三個消息就說這個是不是俄羅斯軍呢 俄羅斯軍人就造反呢 俄羅斯裡面的年輕人很多就反戰,不喜歡普京 你看到裡面呢 俄羅斯,即俄軍入侵灣欄裡面 很多都看到一些年輕人是不戰而航的 看到他們呢,很多真的拿著軍車,拿著補給車 進到這個灣欄裡面,放下,換衣服就走了 這些就是俄羅斯裡面的年輕人 究竟,看回這裏,最緊要現在的軍營爆炸是什麽造成的呢 再看回這段消息 這段消息,看回這個畫面,很清楚 這裏呢,這裏呢,這裏呢,就是蛙蘭軍 穿著這個蛙蘭軍的迷彩軍服 這裏呢,很明顯是俄軍來的喔 你見到他穿著這些蛙軍的迷彩服 但是這個蛙軍的手臂呢,是纏著一些藍色的膠紙 你看到蛙蘭軍裡面呢,他們呢,纏著的膠紙通常是 那裏呢,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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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呢 這裏呢,你看到這個蛙蘭軍呢,跟這個蛙軍站在一起呢 那這些蛙軍就不是俯老的喔 那發生了什麽事呢 看回這段報道啦 自由俄羅斯軍團、志願軍加入烏克蘭軍為烏克蘭而戰 這裡大概有一百多人 現在志願軍是有現役軍人 等如現在的俄軍賭戈 這裡說明他們承認在2月24日 他們與下屬按照獨裁者普京的刑事命令 進入入侵烏克蘭領土 但是在2月27日在SBU的軍官幫助下 他們加入烏克蘭方面 保護烏克蘭對抗俄軍 等於俄軍賭戈 但他們明顯在照片裏 穿上俄軍軍服 又不是穿上烏克蘭軍軍服 他們的最大目的是什麼呢 他們呼籲他們的同袍 即是普京軍隊加入自由俄羅斯的行列 現在他們穿上俄軍的迷彩服 讓俄軍 那些入侵烏克蘭的俄軍看 勸服他們放下槍 或者把槍調轉槍頭 不要聽普京的說話 這樣來說 你看到現在這些賭戈的俄軍 是很年輕的 年輕人和年輕人說話 俄軍和俄軍說話 是否容易很多 所以你看到之前 在俄羅斯的軍令爆炸 是不是很大機會 就是這些俄軍破壞而造成的呢 所以你看到裏面 這個叫做普京裏面 基本上來說 這班年輕人 年輕人 全世界來說都是動良 就變成這些年輕軍人 他們如果不滿 反對你 這個叫普京 隨時會發生內戰 甚至政變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講完